歡迎收看小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麼我們在這一集要來繼續教我們的機率 那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這個 曾經我小的時候 就是 在我住的龜山這邊有一座斧頭山 然後它有那個進山活動 就是去爬山 爬完之後可以摸彩 那是那個獅子會辦的 那 我在摸彩的時候當然就會想要得到大獎 那你就會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是先去抽好呢 還是晚一點再去抽好呢 好如果我先去抽的話 那 大獎還在裡面啊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抽到大獎 可是這樣裡面好多張籤我也會抽到爛 就是不講爛貨 就是我也會抽到 我不想要的 那但是如果我晚一點去抽的話 沒有抽大家會幫我把那些就是很多 而且又不怎麼樣的獎品抽一抽 可是也有可能不小心大獎就被抽掉啊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那在這個立體裡面 偶像團體study heart 講說那為什麼我不用獅子會摸彩呢 好 那但是寫這裡已經寫了 偶像團體study heart在廣場辦演唱會 那活動一開始主持人要抽出五個人 在籤筒裡面有五張插和三十張插和五張圈 現場有三十五個人 那排成一對依序來抽 結果歌迷為了誰先抽誰後抽大草大 那就是我剛剛講這件事情啊 那主持人說大家不用爭啦 先抽跟後抽都一樣啊 那歌迷就會說就是屁啦 真的一樣嗎 不一樣嗎 那到底先抽好還是後抽好呢 還是真的都一樣呢 那這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這個有點難以想像 不確定該怎麼做 那我還記得我們之前有講 就是你覺得題目有點複雜的話 我們可以縮小它 我們可以簡化它 假如說今天只有一個獎 那個抽到的人可以上台跟所有團員 這個玩抱抱 玩輕輕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三十個人 假如說三十個人 然後一個獎 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第一個去抽的話 那很簡單啦 就是三十張牽 裡面有二十九個插跟一個圈嘛 第一個去抽 它有抽到的機率是 三十分之一 對不對 那第二個去抽呢 三十分之一齁 那所以第二個去抽 它中獎的機率是多少 那 這個時候老師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說有的學生沒有回答 那你可以看 你可以確認他為什麼不回答 因為不回答的學生不見得想得少 他可能想到了關鍵 但是又突破不了 那就有的學生會想說 那一張牽被抽走啊 還剩下二十九張嘛 那所以第二個人去抽的話 是不是二十九分之一 那是這樣子嗎 就這樣子嗎 那可是像我剛才說啦 就是 有可能第一張就被抽走 那他根本抽了也沒用啊 對不對 所以說呢 第二個人要中獎的話 那其實他前提是第一個人不能中 換句話說 第一個人必須在三十張牽裡面 先把二十九個插的其中一張抽走 那他其實有三十分之二十九的機率抽到插 他抽到插之後 第二個人才有抽獎的意義嘛 這個時候第二個人再來抽的話呢 那他會有這個 二十九分之一 那同樣的第三個人 如果前兩個人第一個或第二個 就已經把獎抽掉了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一個獎 那第三個人來抽就沒有意義了 那所以說第三個人要來抽的話呢 他的前提是前兩個都沒中 所以第一個在三十張牽裡面 要把二十九個插抽一個走 那第二個要把剩下的二十九張牽 現在有二十八個插跟一個圈 裡面他又要把那二十八個插抽一個走 可以嗎 那再來最後這裡 第三個人他要抽的是剩下的二十八張牽裡面有一個圈 那老師可以考慮在這一個例子 這個裡面讓學生自己試著寫出來 那關鍵這裡並不是要你們會多複雜的幾率的計算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有一張圈 你要抽到那一張圈的幾率 不是一 然後有三十張牽裡面有二十九個插 你要把這二十九個插裡面抽一張出來的幾率也不是二十九分之一 可以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三十個牽裡面有二十九個插 而這二十九個插裡面 就是你現在去抽這三十個插 你要把二十九個插裡面的其中一張抽出來 那有的學生會打二十九分之一 那這是不對的 怎麼樣的題目才是二十九分之一呢 是我就給你這二十九個插 我就給你這二十九個插 裡面有某一張 是我特別喜歡的 因為我那個插畫的特別好看 就把那一張抽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是二十九張裡面的某一張 但是我現在是要你抽三十張裡面的某二十九張的隨便一張 那所以它是三十分之二十九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這三十個牽裡面 如果學生這樣還不能確定 不肯定 那我們可以說 這三十個牽裡面 每張牽都是三十分之一 這應該沒有問題 每張牽都是三十分之一 換句話說 我如果展開那個樹狀圖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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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就會跑出三十條線嘛 三十條線都是三十分之一 而其中有二十九條都可以選 就是我選到這二十九個裡面的某一個都算數的話 那其實我要選到的機率就是三十分之一加三十分之一加三十分之一加三十分之一 這樣一直加 所以我要選到它的機率就是三十分之二十九 好OK那我們來計算啦 那這樣子第一個抽第二個抽跟第三個抽到底有沒有差 第一個抽是三十分之一沒有問題嗎 那第二個抽呢 簡單約分還是三十分之一嗎 第三個抽呢 簡單約分還是三十分之一嗎 所以不管先抽後抽都是三十分之一 可以嗎 那這個是 30個裡面有一個圈 29個差的情況 那我們原本的題目是 這個35個裡面有五個圈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這裡 那這個老師自己做就好了 因為要學生做他會比較麻煩 但你也可以讓學生做做看 想想看啊 動動腦 第一位他中獎的機率是三十分之五 三十五分之五 沒有問題 第二位中獎的機率呢 好 其實他要分啦 就是說 跟剛才一樣嘛 我們剛剛是說 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一個獎 所以第二個要中獎是第一個都不能中 第一個中了就是 第二個就零了 零機率 因為你就掛定了 那但是現在我們有五個獎了 所以第一個抽完還不會 還有獎 所以我們就是等於說分兩個 剛才第一個抽 第一個抽 有抽中沒抽中 對不對 有抽中是三十五分之五 沒抽中是三十五分之三十 然後換第二個抽 第二個抽 如果第一個有抽中 那第二個剩下幾支籤 剩下三十四支籤 第二個在三十四支籤裡面 還有四支是有獎的 對不對 好 那如果第一個沒中 那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十四支籤裡面 還有五支是有獎的 那這兩 這兩個路線都會讓第二個得獎 如果你走下來這個就沒中 我們就先不寫 對不對 這兩個路線都會讓第二個得獎 那因為 都可以 所以就是要加 這兩個結果我們都要 所以你有這個三十五 三十五分之五 三十五分之五 乘以 就第一個必須先有獎 然後第二個獎的機會才會是三十四分之四 你有可能是假獎也獎 就是說這個結果就是第一有獎 假獎也獎 第一個有獎 第二個也有獎 那這個結果是第一個沒獎 但是第二個獎 但是第二個獎 對不對 所以也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可能是這樣 也接受 這是第二個 那一樣我們做第三個出來 那麼 這個我們把它畫大一點 因為要再畫第三個人 如果第一個有獎 然後第二個又獎 兩個都獎 是三十四分之五 乘以三十四分之三十四 那如果第一個有獎 但是第二個沒獎 來 告訴我這裡要填什麼呢 好 就是它是三十四分 三十五分之五 乘上 什麼 好 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十 來 說說看 剩下的三十四 之千 裡面 有 幾個沒獎 因為你剛才那個是抽頭有獎 換句話說 三十之差都還在 所以三十四之分之三十 那很合理 就是這兩個合起來 三十四 合起來 就三十四分之三十四 那下面這個 如果你一開始就把一個差抽走 那麼第二個它有五個圈 三十四個圈裡面有五個是圈 所以還有三十四分之五抽到圈 那還有多少機率抽到差 三十四分之 差只剩二十九隻是 第一個沒中 第二個也沒中 這樣子 對不對 那接著就是第三步 第三步 第三個人來抽 那 因為我們沒有打算要去畫第四個 所以請接受我只選他有中的機率 這邊來寫 所以他如果有中的話呢 他必須要在這裡 你已經抽一根 抽一張走了 又抽一張走了 換他 他來抽的時候 你只剩下三隻 圈的錢 然後 少了兩張 所以 三十三張圈裡面有三個圈 或者是 因為你們兩個都有抽中 所以三十個差都還在 我剛剛說不寫 下面這個是 三十三分之三十個差 我就不寫了 我就不寫了 所以這個是一二三 對不對 那如果是走這條路 第一個中第二個沒中 第三個又要中的話呢 來 說多少 他他有多少機率抽到圈 好 這個時候圈只被抽走一張 所以還有四張 總共三十三張圈裡面佔四張 是一有中二沒中三有中的機率 那如果他沒中是三十三分之二十九 那 如果第一個沒中第二個有中 那這個圈跟差各抽走一張 所以圈還剩下四張 也是三十三分之四 那沒中的話也是三十三分之二十九 這個是一沒中 二有中 三有中 那如果是 這個 一沒中二也沒中 那五張圈都還在 然後如果他沒中是三十三分之二十八 所以這個時候呢 第三個人呢 他中獎的機率是 三十五分之五 乘以 三十四分之四 乘以 三十三分之三 加 三十五分之 我們剛剛數的是這條嘛 然後三十五分之五 乘以 三十四分之三 三十三分之四 乘以 三十三分之四 加 三十五分之三十 三十五分之三十 三十四分之五 三十三分之四 那 我位置不夠 寫下面 加 三十五分之三十五分之三十四分之二十九 乘以 三十三分之五 OK 哇 那你說這樣子好多 怎麼算啊 其實沒有很 其實沒有很難算 大家 帶大家算一次 我們就 先來算 第三個 為什麼我說沒有很難算呢 因為它分母都一樣啊 你也不通分啊 它的分母就 三十五三十四三十三 乘在一起嘛 三十五乘三十四乘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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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呢第三個 我們剛剛說第三個 我們剛剛說第三個中獎的幾率是 三十五乘三十四乘三十三 然後它的分子 一開始有一個三四五 三四五的話是六十 後面有一個 五乘三十乘四 好 那這個是 六百 五四二十乘三十六百 後面有一個 五乘四乘三十 喔又六百 然後有一個 這個 三十二九五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算 三十 乘二九是 九百減三十 是八百七十 八百七十乘五 是 四三五 零 OK 所以它是 三十五乘三十四乘三 那你說我下面這個為什麼不沉起來 上面這個要沉起來是因為我得加 啊 我不加我不知道該怎麼約分 當然也是可以約還不好約 那下面這個不沉起來是因為我知道我等一下要約分 所以就先不沉起來 那這個 這個 這裡合起來一千二 一二六零 三 四三五 零 一二六零 零一 進一位 五六一零 OK 很好 五六一零 五六一四三的倍數 對 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約三 用紅筆 好 約三 這裡剩十一 喔 很明顯它也是十一的倍數對不對 太好我剛沒注意到 那這個約三的話是一 然後 嗯 八嗎 對 一八七 好一八七 好這個 五十四二一五六一對 那然後約十一 好約十一就十七啦 所以這裡約掉 然後這個最後還有一個零喔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零喔 把一個零約掉 約一個五 再約一個二 對不對 好 那麼 所以 十七又約掉 唉唷好漂亮是七分之一呢 哈哈 哈哈 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是 三十五分之五 就是 七分之一 好高興喔 那來看最後的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剛才這裡 我們先整理在這裡 等一下再寫過去啦 所以它的分子一樣 不用約 三十五 乘以三十四 然後分母有二十加一百五是一百七十 那這個很簡單啦 就十七跟三十四約完之後是剩十和二嘛 那然後二五十 所以這個也是七分之一 OK 對不對 你看 那你看喔 我如果不去算 甚至我最後列完這一串 我如果真 我如果不真的去算 我跟你講 有人就是打死不相信他會一樣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先抽好還是後抽好還是一樣好呢 答案就是 一樣 一樣 那這個 在我之前跟學生教這件事情之後啊 學生就問我說 所以先抽沒有比較好 我說對沒有比較好 他說 那我要知道這幹嘛 我只是知道的都一樣而已啊 那我知道這個 並不會對我帶來任何好處啊 那我就跟他說 那至少你知道一樣 所以之後抽籤的時候有沒有 有的人他想要跟你換 欸你在你先抽我跟你換好不好 你就知道說 反正一樣沒有關係 就可以換給他 對不對 好那然後我學生就說 很不甘願喔 他就說 那要是他跟我換了 結果他沒抽到我抽到 那他就怪我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就 可以跟他解釋 所以你看 我們學術學 不能夠只知道結果 因為你只記結果的話 最後你解釋不了啊 你就會被他說你是騙人的 他就會這個 懷恨在心 但是因為你現在 要學會如何去推導 如何去解釋他 所以如果你學會的話 你就會跟他解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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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真的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跟你換 你沒抽到也不能怪我 對不對啊 所以隨便學還是挺有用的吧 好 OK 那麼這裡有一個問題 小明在玩這個網路遊戲 用彩券抽虛寶 小明抽了 收集了100張彩券 結果段考考很差 爸爸不給他玩 爸爸要處罰他 所以就趁他不能玩的期間 把他的許寶抽完 邪惡的爸爸 在一連抽了97張之後 爸爸終於發現了一個規律 如果這一張 有抽到許寶 那下一張還是虛寶的機率 就會比較低 因為遊戲公司不想讓你一直抽 所以下一張還是虛寶的機率 就只有10% 只有10% 但是如果這一張 你抽到是再加油 這張你供估了 那為了要鼓勵你 繼續抽下去呢 下一張會抽到的機率 會比較高喔 會變成30% 那這個 千金難買早知道 那這個老爸在第97張的時候 才發現這件事情 為時已經有點晚了 但是他還有三張 接著他又抽了一張 第98張的時候 他抽到了許寶 那麼請問你 他問的是 最後一張 抽到許寶的機率是多少呢 那麼來想想看吧 那麼在大家這個 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順便聊一下 你就會發現我們在 生活中有一些地方用得到機率 那就可以去算 那我剛講說 數學會這個 把一些現實面抽 抽離掉 只變成數字的計算 所以會發現一些特殊的規律 但是也不代表你 發現的規律都一定能夠應用到現實面 那我們在這裡舉一個很 常見的例子 不是很常見 但是就在 你我生活周遭 就是有人在玩樂透會算牌 算這個熱門號碼 算明牌 那這個現在的人 算明牌跟以前算明牌已經不一樣 這個我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不該高興 以前那個 流行完六合彩的時候 算明牌都是神怪系列的 就是說我夢到季公託夢 夢裡面有 這個一頭有一條蛇 那條蛇把他的尾巴捲起來 這是八 前八 八號會中 那那個他們台語叫做 就是把名牌 逼出來 那如果這個八很明顯 就是浮很明 名牌浮得很上面 對 那現在呢 你會看到很多 玩樂透的人 他已經不太相信這個了 那不準 但是他們會怎麼去算明牌呢 他收集 歷年來 所有樂透開獎號碼 開始算 算 好就是說 我跟你講喔 如果先開出一個10號 如果這一期開10號 而且下一期 開13號 再隔兩期 又開了一個15號的話 那麼再下一期 是17號的機率很高很高 好 就他們會用這種 我們到高中就有機會學到 那個叫做 相關系數 就是10號出現 但這 你要連續做很多段 就有點複雜 但是就是有人他 所以我就說就是 不知道該不該高興 就是數學還不錯 他可以去算 然後去 但是一開始可能都是這個 瞎觀察的啦 然後他所謂很高很高高多少 有沒有 就高個1%2%吧 誰知道 那麼呢 但是就是他就覺得有關係 他就覺得有關係 那我們之前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叫做前期指標 領先指標 就是說這一期還沒開嘛 但是你透過前面幾期 所開出來的結果 你就先 預估這一期會怎麼樣 所以他是一個領先指標 所以你看我把他講的好像真的很有道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也不能說完全沒道理啦 數學本來就是我剛剛講 你找到數字的規律 不見得他真的有因果 他可能 有可能就是偶然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有因果 所以說這個B名牌到底有沒有用呢 你如果問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沒有用 但是有的人都去相信嘛 那我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用 因為他們會相信的人 他們會覺得說 可能那些球 你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也不是說作弊 但是就是滾久了 有一些有瑕疵 那為什麼這個瑕疵 就是會導致有這樣的特色 這一期如果開10號 下一期就會怎麼樣 或者怎麼樣 或者機器或者是人 他覺得他找到了一種特殊的規律 這樣就是會比較容易中 OK 那我只能說就是 有這麼樣的人 在算這個名牌 用數學去算也算是很特別 那用數學去算名牌之外呢 我還看到很多人就是算星座 星座運勢 統計或血型 統計出來B型的人 怎麼樣 事業心比較旺盛啊 一神鐘會交過的女友數目會比較多啊 之類的 那你說就是到底準不準 那我只能說 即便他真的背後曾經有統計過 也不代表真的就是B型在影響的 那統計也不見得就百分之百是正確的 所以有很多原因啦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說這些都是沒有用的 那就是我剛剛講 因為數學把一切都抽象化了 都已經脫離他的現實的情況了 所以就是你可以再觀察 觀察觀察 那當然並不是所有號稱 星座專家的人 或所有號稱他有算名牌的人 他用的算名牌的方式都夠嚴謹 他所講的星座的建議都夠精準 其實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很多人都是瞎掰的 胡扯的 來 那這個小明在玩網路遊戲 題目講過了 來 到底爸爸最後一張抽到虛寶的幾率是多少 這個問題 這個 如果你剛才顧著聽我閒聊的話 先按暫停算一下 那 我很建議老師們 丟這個問題給學生思考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問題 我們不追求學生一定要會算對 但是就是說你能不能夠像剛才這樣子 剛才這一題你沒有辦法自己去做 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會覺得就是 喔 很複雜欸 對不對 其實這一題比剛才這一題要簡單一點 而且呢我剛才已經示範了 也就是說我已經告訴你 怎麼樣 往下推論下去 展開這個樹狀圖 往下推論下去 是會有結果的 而你現在要做的也就是 有信心之後 去這麼做 那麼所以到底他 抽到許保的幾率是多少呢 好 第98張是有的嗎 因為第98張是有的 所以第99張 會有的幾率只剩下10% 而沒有的幾率是90% 然後 這個第99張有 最後一張沒有的幾率剩下70% 然後 然後 這個第99張有 最後一張又要有的幾率 又是只剩10% 而沒有的幾率是 90% 這樣子吧 所以你只要做到這裡 答案就會很靠近你 那我問的是他最後中獎的幾率嗎 最後中獎的幾率就是 10%乘以10%是一個 10%乘以10% 和另一個是 我寫這邊好了 第99張沒中 但是最後一張中了 這個是 90%乘以30% 那 10都可以約掉了 所以分母都是10乘10 這個是1乘以1 這是1 那這個10乘100 上面是9乘3 27 所以合起來的話 是28 這樣就答對吧 好 那 這個就是他 最後一張抽到數百幾率 那我們順便算一下 沒有的 我們剛剛都 最後一部都只算有的 我們來觀察一下 沒有 那最後一張如果沒有抽到 是 這個我們先講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乘 十分之九 變成 百分之九 一乘九是九 那十分之九乘 十分之七 九七六十三 變百分之六十三 那這兩個 合起來的話是 百分之七十二 那麼你就會發現 七十二跟 我這裡寫了趴就不寫一百 這個趴就是百分之 那 百分之七十二跟 二十八趴剛好合起來是一 就符合 我們的了解 就是說 有重沒重 合起來就是全部 OK 那麼 這集的作業 打這個 球賽要打幾場的作業 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那我們這樣 各自上這裡